我现在正为雅加达西区的马路边 临近国庆 马路边上开始出现了许多收卖国旗的小贩 可以看到国旗的种类琳琅满目 那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它们的生意如何 装饰性国旗的种类繁多 有中规中矩的长方形国旗 横向长条花边形国旗 还有由多个小三角组成的立项装饰性国旗 据了解 根据国旗的设计极大小 价格分为四万五千至七万五千印尼顿不等 国旗越大 装饰细节越繁杂 价格越贵 铁立项国旗的杆子另收两万五千印尼顿 安嘎爵士道 国旗使用国旗面料制作 质量良好 不会掉色 但是不建议用机洗 因为会破坏其形状 他表示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 他就开始摆摊至日落 但由于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销售量并不如往年 疫情期间 虽然小贩们的生意不太理想 但并没有影响市民们迎接国庆的热情 国庆一周前 位于加蒂萨里加蒂阿西布加西地区的 克拉斯特巴利萨都的居民们 早早地就悬挂起大大的国旗及横幅 以表达对迎接国庆的热情 小区负责人表示 因受疫情影响加上政府要求 今年迎接国庆的方式将与往年稍有不同 群归责人 有市民表示 虽然无法同往年班 与邻里之间一起欢度国庆 但希望在所有人都遵守 政府防疫规定 并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 我们能更快地遏制住疫情 以共同迎接未来 不再被疫情困扰的 更加热闹的国庆 美都新闻记者 颜真琳 里拉西亚 马拉纳采访报道